那其实两岸是同文同种 不必因为意识形态 大家在失恋这个感情 这个族群的情感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想这个九二共识 是以前大家 这个两岸之间 大家磨合的 最主要的一个精神所在 所以你如果说 把九二共识拿掉以后 这个两岸怎么再谈下去 我觉得说 现在两岸多增加了解 彼此多增加了解 也不必担心说谁捅谁 所以这个我觉得说 民进党过滤的 跟全世界说 我们自由民主国家民选的总统 我们台湾人的高光时刻 他又去那边 当人家统战的最佳男配角 我觉得又是马前总统 他个派起来 不必担心说准备 哩